Hello大家好,这里是九条 欢迎收看香哥莉拉边境漫画解说 上回说到,GGC圆满结束 四人开启庆功宴 三乐在潘西亚工和监狱的审判之下 坦白了自己最近在湘境的奇遇 时隔两天和十几个视频 三乐终于回到湘境 重新带上本体 一上线,艾姆尔便发动兔兔飞冲 三乐灵活躲开 对方表示还没完 他抓住了鸟嘴 完成了三乐遇到的大部分怪物都做不到的壮举 而史秋德则是躲在床底瑟瑟发抖 本来在海上打鱼人打得舒舒服服 结果半路被大章鱼卷了进来 和两只不知道哪来的兔子 被困在这种到处都是怪物的都市里 让他如何能够保持镇定 三乐觉得很合理 不如说这才是正常人会有的反应 艾姆尔说 阿拉巴说要去找艾刀 然后就独自出门了 话说回来 三乐最开始遇到阿拉巴的时候 对方也提到过他的刀 根据多年的游戏经验 三乐觉得这可能会是 推进这个EX剧情的其中一环 因此他的下一个目标 是帮助阿拉巴找他的爱刀 下下个目标 解决四座塔的风向 他让西库鲁留下照顾史秋德 然后便和艾姆尔一起出发 两天没玩这游戏 他感觉有点不对劲 有种动作被拉住的难受感 果然用过GGC那种高级设备之后 再换回自己的家用设备 还是有点不适应 话说回来 阿拉巴到底在哪里 而且说到找人 自己也还没有和塞格林会合 而这个区域也禁止玩家发送邮件 此时 艾姆尔的大耳朵察觉到了声音 他认为那就是阿拉巴 于是一鸟一吐朝着声音的方向前进 而另一边 阿拉巴这里 他遭遇了某只怪物 三乐即使干到抵打攻击 而这只怪物 是能够将不惑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身体来控制的 参蝉种 虽然和隔壁的参种只差一个字 但区别还挺大 他右手持尖嘴鱼 左手架贝壳 底下甚至还有蟹腿 三乐觉得这仿佛是海鲜版诅咒监狱 这只怪明显不一般 他建议阿拉巴绕开他 直接去找刀 而对方表示很遗憾 自己的爱到大海峡 正是被对方捕破了 仔细一看 对方的裆部 竟有一把昂扬挺起的大刀 三乐先是一愣 让我憋不住了 他觉得无论怎么看 那把刀都像是鸡 艾姆尔也是小脸通红 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鸡刀 三乐文心提示 女孩子不能说这种粗俗的词哦 还好潘西亚公不在 毕竟那个女人 最喜欢这种笑话了 三乐文阿拉巴 那把刀是不是就是对方的爱刀 阿拉巴怒了 大喊到自己的爱刀 绝对不是什么粗俗的东西 于是三乐回归后的第一战 开始了 残残种驱使蟹腿 进行高频率移动 用坚决于当作武器进攻 阿拉巴急切地想要夺回爱刀 于是三乐想起来 自己的双刀 也已经陪伴了自己很长时间 虽然自己也完全没有爱惜他就是了 阿拉巴重拳出击 红向对方的贝壳盾牌 对方的武器序列 准备反击 艾莫尔看准时机 发动魔法 令人命中对方 打断其进攻 帮助阿拉巴脱离威胁 三乐也趁机切入 然而对方的大刀抽动 转身向他挥砍过去 三乐即使坚速想要避开 但还是被命中了一丝 而就这一丝 也让他的血量损失了四分之一 由于这只残残种拥有大刀 所以其普通的转身 也带有下端的斩击 而且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 几乎都是由其他生物组成 所以当他被艾莫尔攻击的时候 也没有出现胆怯 于是三乐提醒阿拉巴 不要执着于攻击敌人的附加身体 而要针对他的可心部位 打射打七寸 砍怪砍弱点 这是三乐的游戏经验 但是对于阿拉巴 他的首要目标是那把矮刀 紧接着 过于鲁莽的他 被对方抓住机会捆绑 三乐让艾莫尔发动增幅勇畅 然后连续斩击 结果被无情弹开 此时阿拉巴拼了 直接摇上了对方拼接剑罪鱼的触手 并将其撕撤掉 成功解开对自己的束缚 然而残残种 直接将盾牌当作盾器武器 准备吓砸 三乐两处带有 快度属性的地方双剑 直刺对方拼接盾牌的触手 造成一点部位破坏 紧接着 艾莫尔跟上输出 将该部位彻底破坏 此时的残残种 丧失了手上的武器 战斗力大减 于是接下来 便是阿拉巴的时间 他抓住对方当部的刀 刹那间握住了未来 猛的一发力 将爱到彻底夺回 看到这一幕的三乐 直觉地下体有一阵幻桶 阿拉巴开启反击时间 只见刀上浮现了 一只附身精灵奈里斯 阿拉巴双手握刀 直刺对方将其终结 艾莫尔说 那一定就是精灵 三乐还是第一次 见识到相近的精灵 艾莫尔开始说明 精灵拥有既定的属性 是魔力汇聚阿诚 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 阿拉巴补充到 奈里斯虽然拥有意识 但也像是刚出生的小孩 看到三乐 奈里斯立刻躲了起来 三乐感慨 自己身上的诅咒 就连精灵看了都害怕 然而艾莫尔认为 这单纯是因为 三乐的外表过于逆天 阿拉巴对奈里斯说 如果不是因为三乐他们 自己也不能成功地 把对方救出来 而奈里斯却回到 如果当时阿拉巴没有松手 自己也不会被残残中捕获 阿拉巴赶紧解释 那是因为那时候 有一堆愚人来袭 他表示很抱歉 并发誓他再也不会松手 阿拉巴疑似患有气管炎 奈里斯用小小的身去 鞠了一弓 对三乐道谢 对方表示不用谢 毕竟之前自己 遇到雷炎金的时候 阿拉巴也帮忙做了诱饵 然后三乐赞叹 刚才阿拉巴最后的 那一招威力真强大 看来奈里斯蕴含的力量 不容小觑啊 然而阿拉巴却说 不要误会 刚才那是他自己的招式 而奈里斯则是在这把 刀被锻造时 附身在上面的精灵 也就是依存者 三乐天的云里物理 阿拉巴开始解释 精灵是因为魔力汇聚而诞生 换句话说 精灵就是魔力本身 而维持身体外形需要魔力 奈里斯诞生至今 虽然有两年 但依然不具有智慧 不懂得如何吸收魔力的精灵 一旦过度使用魔力 将会无法维持身体外形 最终消散 而奈里斯正是这种情况 之所以还没有消散 是因为阿拉巴将其封入 作为容器的大海峡 奈里斯便是依靠阿拉巴的 一点魔力存获至今 也就是所谓的附身精灵 听完这段解释 三了小小的鸟头冒出了大大的疑问 奈里斯能不能给这把刀附魔 阿拉巴回答不能 那能不能让刀的攻击力提高 阿拉巴回答不能 三了震惊 这不就只是住在了刀里面而已吗 就是那种不影响属性的武器皮肤啊 阿拉巴不理解三了为何如此不满 奈里斯能够和自己待在一起 这难道还不够吗 总而言之 这是强度党和外观党之间 不可被愉悦的鸿沟 三了又稳 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拥有附身精灵 阿拉巴说 前提是精灵要同意 而且能够制造这种武器的 大概只有矿人族 三了想起好久没有出场的比拉克 不知道对方有没有这种锻造技术 看到三了对奈里斯的事情这么好奇 埃穆尔促一大发 他说三了有自己就完全足够 不需要什么精灵 不管如何 阿拉巴总算是找回了武器 接下来便是重头戏 打疯将 阿拉巴惊慌地表示 他打疯将 真的假的 但奈里斯说 他想要协助三了 以汇报刚才的一战 根据鲁斯特他们收集的信息 那座他的风匠能免疫任何魔法 埃穆尔正经 因为自己只擅长魔法 想到这里 他觉得三了肯定又要扔下自己 于是不甘心地狂救对方的鸟头 然而三了认为 即使是免疫魔法 也不代表魔法完全无用 尤其是 这是相近的世界 很多地方十分接近现实 然后三了等人 找到了第一位风匠 库里欧 一直漂浮着 上半身勉强算是人形 下半身疑似茄子的怪物 有一种AI生成图片的美 只见对方的头部 像开花一般裂胎 然后内部窜出许多触手般的 二十八不明物体 打响这场战斗 于是 第一位风匠攻略战 开始